欢迎大家出席今天团结香港基金主办的发布会 听取关于提出新界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报告 土地房屋短缺 我想是困扰香港多年的严峻问题 回想起团结香港基金在2014年 以置富定位启动的时候 正是占中事件的多时自秋 当时董建华先生已经深切体会到 香港社会存在众多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 急需解决 而其中土地房屋就是重中之重 在过去七年间 基金会透过扎实的研究科学分析 我们先后发表了16份有关土地房屋的报告 内容涵盖了不同的课题 其中就包括有因应土地供应严重短缺 我们率先提出东大嶼重启大型的填害 预期到房屋供应极有可能面临断崖的情况 基金会自2016年开始 每年都对未来五年的房屋落成量 进行科学评估 发出提前的预警 为了密地建房 应付短期中期供应的紧张 基金会三年前就提出 发展两幅位于西贡14厢荒废的政府用地 增建2-3万个居住单位 至于葵青货柜码头 基金会早在2017年 已经提出在长洲南田海建造人工岛 重置货柜码头释放住宅用地 在棕地方面 基金会建议善加运用 但前提是要完善规划的 要照顾和支援现时极度依赖棕地作业的物流产业 至于佔全港四成面积的郊野公园 基金会也早在2015年 我们提出有必要重新审视郊野公园土地的生态价值 确保已经沿用了四十多年的政策 能够追得上时代的标准和要求 基金会一直不为余力 倡议政府加大力度去密地建房 遗陷的是土地房的问题 依然未能够解决 原因我想是有客观的限制 也有人迷的因素 包括过去几年 议会动摘拉布阻撓 土地业权和使用权牵扯的利益 寄深、斜广 教条式的程序公义 尋常的繁琐官僚程序 再加上持续两年的社会分联 又接上新冠疫情的爆发 我们也不难理解 所有正常的运作程序 其实都是被彻底打乱的 现在大家可以松一口气 我想是随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善 香港内耗不断的局面 都应该可以成为过去 现在我们可以合理期望 香港政府将会着力 为民生做实事 为香港开创新局面 为市民带来新希望 当年来团结香港基金的 土地房屋政策建议 都是承载着热切的社会期盼 例如我们共同愿望的是 香港人要生活得有专业 基金会认为香港人均居住面积 应该由现在只有170平方尺 提升到270平方尺 追上新加坡的水平 都实在不为果 绝大部分香港人 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物业 做业主 但没有人想做楼奴 我们期盼能够像新加坡 18岁的市民都有机会 用一个可以负担的价格 跟政府买入组屋单位 大家都听过了 有恒产者有恒心 基金会相信 如果七成的家庭拥有自治居所 社会一定更加安定 我们亦明白 不是人人都要买房做业主的 对只想租住公屋的基层市民 我们期盼排队上楼的时间 最多是等三年 不要等六年 我们期望见到的 不是见逢叉色的 灵散地盘起楼 而是有规模 有规划的新市镇 We want not just sites We want towns housing units we want a good housing policy 曾几何时 香港是令人羡慕的东方之珠 亚洲四小龙之首 我们的干净活力速度效率 是全亚洲 甚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过去的新市镇开发 好像元朗 将军澳、东涌 又开始规划 到第一批住户迁入 我们计算过 平均只是七年半左右 现在 一个新市镇发展 平均是要等十七年那么久 十七年 我们难免要问 面对职压多年的房屋需求 政府是否可以大刀阔斧 擦场松绑 加快造地建屋的速度呢? 特殊时期、特殊情况 就需要有特殊的安排、特殊的政策 试想一下 如果那些政府原定要用八至十年 才完成的项目 能够打通行政的评颈、理讯官僚的程序 将建筑的时间提前一半 四至五年就完成 这不时既可以舒缓短中期房屋的短缺问题 又可以令人对政府的效率刮目相看 至于长远的土地需求 团结香港基金始终相信 香港必须用战略眼光 全局思维去规划香港的土地发展 香港必须建立的是土地储备 We need a land bank 基金会希望市民明白 花在造地的金钱 不是消费性的支出 而是投资 是增值的利器 是保民生安定 保百业兴旺 团结香港基金所发表的多份研究报告 都指出 香港要构建一个移居城市 要有优质生活空间 未来三十年 我们需要至少九千公顷的新增土地 基金会建议 除了明日大鱼远景 这些填海工程之外 大规模开发新界 多管齐下建立土地储备 是达尽目标的最佳选择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般人都习惯用中环视角去看新界 看中环 北望新界 就好像新界 只是属于香港 这个大都会的外围 但是如果我们抽身 凌空苦望新界 你就会将一个中环的视角 提升到一个区域的视野 我们就会发现新界 并不是香港的外围 而是加强香港竞争力的福地 扭大 完善地规划发展新界 有利香港一方面 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 连接世界市场 促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发挥国际枢纽的重要地位 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亦都会带领香港 进入一个暂新的时代 今天基金会 就是围绕 提速新界成真化 这个课题 炮转人肉 希望大家不论持教 为我们 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一起努力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香港 多谢大家